哈喽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鹏教育国画学院的梅兰竹菊基础入门课 那现在呢能够听见我的声音的话呢 并且可以看见国画学院四个大字的同学呢 回复一下数字一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 像咱们今天呢就要学习一下竹子 同学们都听说过 苏式的宁可食无肉不可拘无竹 那竹子呢为文人雅士所喜爱 那是因为它有着高雅的一种高雅豪迈的品质 那我们呢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竹子 咱们应该怎样去学应该注意哪些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咱们在学这个竹子的时候啊 咱们这几节课呢有一个竹子总目标 咱们需要学会的是竹子的竹干 还有竹叶的一些基本的用笔和用墨的一些小技巧 而且呢咱们还要了解一下 不同自然状态下风情雨雪的竹子的绘画方法 其实像咱们这几节竹子课呢 一个是啊用笔上其实是十分相似的 不过呢咱们通过这几节课分解去学习 咱们就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去练习一下 也能够让大家呢逐渐的更为熟悉一下竹子的绘画方法 像咱们今天这节课呢就是要学习一下这个竹干竹结竹枝的表现方法 像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画竹干这一部分 这样子呢咱们分解起来是比较的简单 而且呢能够让同学们可以掌握得更加熟练一些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到咱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首先呢还是要进行食物观察 这一点同学们都知道了 我们要施法与自然 然后呢在这个食物观察当中呢 去了解一下竹子的一些基本的生长状态 那第二点呢就是进行名家赏息 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大家是如何来画竹子的 那第三点还是案例分析啊 最后呢食材练习部分 首先呢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第一步食物观察部分 像我呢在课上之前找了一部分图片 给同学们进行观察 咱们首先来看到这一幅画面当中的这个竹干部分啊 其实像竹干的话咱们可以看见 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圆润厚重的感觉 当然我们在去表现这个竹干的时候呢 一个是在用笔上一个是在墨色上 需要去表现出它比较厚重圆魂的这种效果 那另外一点呢咱们在画这个竹干的时候 需要了解这个竹干的最基本的生长规律 它就是说它其实最基本的生长规律就是 从底部相对来说比较短 根部较短 然后往中间变长 再到上方呢又逐渐的变短一些 就是根部短中间长再到稍部逐渐变短 这就是竹干的一种基本生长规律 咱们要记住这一点 在画的时候呢就要避免这个竹干云长云短啊 咱们先提前强调一遍 那另外呢其实咱们可以看见 这个竹枝呢是在竹节方位进行生长的 咱们要了解竹枝的一个最基本的生长的方向是哪里 大致的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另外一张图啊 这张图就非常明显的给咱们看见了 这个竹干呢它是有前后关系的 因为竹干会有一个有粗有细 而且呢有前有后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浓淡去表示 那另外呢咱们在看这一幅图的时候 肯定会发现这个竹节和竹质的一个生长规律 我们着重来强调一遍 要仔细注意听讲一下 这个竹干呢和竹节竹枝之间的一个生长规律 就是说竹枝在生长的时候 其实呢是在一侧进行生长的 这点我们要知道 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你稍微换一个角度 有一个侧一面或者是稍微换一个角度 就会发现它会在竹枝两侧错落这种生长关系 比如说啊咱们换一个角度 这个地方可以看见比较偏长的 那另外一边呢咱们就会没有完全的看见 会在另外一侧偏高一点这样去生长 这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一点注意到 咱们主要是要避免两个竹枝完全对结啊 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 当然一会我们也会着重的强调一遍这一个方面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去大致了解到我们竹子的一种基本生长状态了 咱们了解完之后呢就一起来看到我们这个名家是怎么去画竹的 其实咱们在学习这个中国话的时候呢咱们要知道师法与自然对不对 那我们也就也张唐代的张造说过 外式造化终得新云 虽然说咱们平时所看到的一些景象呀是自然之中的一些景象 但是呢我们想要把它画为自己的东西还是有自己一定理解方法的 就是要反映客观的物象的真实性 而且呢也要表达物象那些的情感 我们也要和主观的东西一起结合起来 就像这幅图画 他吴振在画这幅木竹图的时候呢 他就是自然与他一个内在情感有机的相互结合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肯定需要注意到这种用笔呀用墨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像这幅画面他在画的时候啊 他是把这个叶子呢正反转折画的各有法度 而且呢他是加入了一种文人化的思想内涵 在画这种竹子的时候呢表现出了竹子飘丽高傲的这种气节 那同时呢又在这种形和韵的方面下了功夫 咱们一个是掌握他竹子的本身的一种形态 那另一个呢就要掌握竹子的一种韵味 一种气韵气节在画面当中 虽然说咱们是在画一个相对来说是取法与自然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加入主观感受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呆板 千万不要落俗套 那我们看这幅画面啊 他在画的时候竹干呢是有浓有淡的变化 那竹叶他的家的时候呢也是啊 有这种非常明确的层次感 竹叶用比上很尽力啊 当然像竹叶的画法呢我们下节课也会详细的讲解到 我们这幅画呢先看到这里啊 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这节课所学习的案例 咱们根据同学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情况呢 咱们画了一下这个案例 像咱们这节课的案例呢是以竹干为主 所以说我们画了这个竹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那我们这个竹干呢 它首先是在这个构图方面进行一个分析 构图方面的话 它是以中间偏左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个为主要部分对吧 因为这个部分的一个墨色呢 相对来说比较丰富 而且呢有浓有淡 变化上呢层次感比较强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咱们在画这幅画面的时候呢 注意它的一个排比关系啊 肯定是要在这幅画面当中呢 有书有密 那我们这个竹叶虽然说这节课不学习 下节课学习 但是呢我们这个竹叶这一方面要通过物体的安排 来表现出整个画面的一个疏密层次关系 这点很重要 咱们大致先来看看这个构图 那我们看完之后呢 下一步就来切换到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界面了 实际上练习部分 那能够现在看清我的手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五 看清我的手头回复一下数字五 记得手胖胖的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倒一点墨汁啊 我们画竹子的话呢还是以这个墨色为主 稍微倒一点墨汁 那我们现在拿出一个中号或大号接号毛笔都是可以的 中号或大号接号毛笔 我们画的时候呢先去沾一点水 沾取一点点水分 然后呢笔尖数沾一点墨色 因为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竹子的一个基本用笔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对墨色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咱们大致去调一个墨色相等的这种均匀的墨色就可以啊 先调好这个墨色 那我现在拿出这张纸呢是半生熟的 因为呢我需要为大家去慢动作分解一遍咱们这个用笔方法 所以我用的是半生熟的 大家呢其实用声轩也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真正画的时候 如果速度没这么慢 是用声轩的一个表达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们学习了兰花的时候呢 知道兰花的一个用笔中锋用笔 那我们在学习竹子的时候呢也是 竹子的一个用笔呢中锋用笔 因为竹子呢它在画的时候 为了表现出竹干的这种圆润厚度 所以说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中锋用笔去绘画 咱们先大致去了解一下竹子的最基本的用笔方法 先来画一下 它在画的时候呢就要去注意一下起笔 因为我们这个无论是画蓝也好 画竹也好都是有起形出的变化 咱们先来看到起笔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偏藏锋起笔 藏锋 然后呢我们笔风 哎我们需要注意它整体的一个行笔的轨迹 那我们笔风想往上走 它肯定是先往下来一段 然后呢再往上哎进行这样行走 属于一个藏锋的感觉 这样有一个预下先上这种一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咱们把这一个行笔的轨迹呢先作为一个了解 那这样我们开始进行一个起笔 那我们起笔的时候笔肩先往下走来看到 先往下走 然后呢往上往上走再往上推 那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发现 这个笔肩它是朝下的这种感觉 咱们先中间停一下 是朝下的这种感觉 我们再来示范一遍 我把笔往上拿一拿 你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下这种枕外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先往下走 行笔的时候呢 笔肩朝下属于一个逆风的一个行笔状态 哎这样往上走 能够看见笔肩始终朝下的 这样子一个运行轨迹 笔肩呢一定要往下 哎这样往下的一个感觉 属于逆风 这样有一种上水撑船 那这样子呢这个线条会更加有力度一些 其实像我们在画这个竹子的时候呢 它不同的时候 它画竹子的一个方法也不是特别一样 像这个明清以前 它大部分的一个行笔都是一个藏风的一个旗笔啊 藏风旗笔 那明清以后呢 比如说近现代的一些画法 它有的是直接切入纸面 那有的是直接切入 哎这样直接往上走 也是可以的 那其实咱们现在呢 建议大家先练习这种藏风的一个旗笔 这样是比较练线条的 能够让我们的线条呢行的更加稳一些 明白了是吧 其实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稍微去知道一点点小知识 因为呢 我们在学习国画的时候呢 咱们一开始第一节课也讲过 咱们这个竹子啊 在这个画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干如传 干如传 我们先来写一下 我们先来写一下 我同学在讲收笔是吧 收笔的话不要着急 还没有讲到啊 咱们先大致去了解一下 这个干如传咱们在怎么去进行一个理解 其实呢 就是说这个干如传就代表 咱们在画这个竹子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行笔过程有点偏传书的感觉 那传书的话大家肯定都都见过对吧 见过传书怎么去写的 其实像传书的一个用笔呢 它是鼓励停云笔笔中锋 像我们竹干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 比方传书的一个人字 它大致写的时候呢 起笔也是偏藏锋一点 藏锋的一个起笔 然后呢 它始终保持一个中锋的一个用笔 它转着的地方会稍微调整一下笔锋 但是呢 也会保持一个中锋 一定不要侧锋 这是我们写传书的一个用笔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非常的圆润 那我们画竹子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刚才咱们讲了这个起笔和行笔的一个竹干用笔方法 那我们在收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到一点应该怎么去收 同样也是啊 刚才的一个墨色呢 不用特别的 不用特别重 咱们中等墨色就可以 起笔行笔咱们先了解好 那我们在分解去讲的时候要注意好这个收笔了 收笔的话呢 可能有同学一开始画的时候掌握不了 那我们就要慢慢的去体会一下 慢慢去练习一下 我们这个收笔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起笔 一开始咱们讲过了 尽量呢 建议大家用这种藏锋的一个起笔方法 并不是漏锋是错的 咱们建议用藏锋起笔 两者都对 那我们藏锋起笔的时候呢 然后哎 遇上星象 行笔的时候呢 属于一个逆风起笔 对吧 逆风行笔 那我们收笔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一期呵成的动作 但是呢 我需要给大家演示啊 咱停了一段 它是往左侧轻轻的挑一下 这样去收笔的过程 这样子的 当然停的时间久就会形成这种墨运呀 那我们稍微的去快速一点 去进行一下起行收 尤其看好收笔 它是往左侧呢 往左侧轻轻的往外 收一下 往边缘处往外收啊 藏锋起笔 中锋行笔 往左侧往外收 这样子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收笔的过程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那你如果在收笔的时候 一旦行笔过快呢 可能形成不同的感觉 它没有一个错误啊 它只要你能够把笔收住都对 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发现 它会形成一个毛刺的感觉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它是你一个行笔过程中 自然的一种现象 不要说都是 不要认为都是错的 其实你在收笔的时候会发现 它会有不同的一种 收笔的一种现象在里面 是因为你毛笔呢 它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稳定性 这样子都是可以的 一种行笔的一种方法 可以明白吧 只要是咱们能够注意好 你的一个行笔 它有一个 往左上方挑的这种过程就行 这是我们的起形收 这样一种用笔方法 那我们先了解好 这一段的一个起形收用笔 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段 那我们要知道干如转的话 这个起形收咱们都注意到了 知道这第一笔的一个用笔呢 和用笔是偏藏锋 那行笔偏逆锋对吧 那我们在画第二段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到这个方法 但是呢 我们第二段和第一段还是有点区别的 我们在画第二段的时候呢 会这样子的 同样也是啊 藏锋起笔 往上走 往左上方轻条 这样子有一个起形的动作 那我们在画第二笔的时候呢 我们会这样子的 然后会直接切入纸面 让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呢 呈现一个基本上一个骨结状的一个形态 中间会留出一定的空间 切入纸面 就像这种这种的漏风起笔了 就像上方的这种漏风起笔 这第二段的一种行笔 直接切 然后往上走 再往回跳 这样一个行笔 这样的一个行笔呢 就尤其是中间的一个行笔过程啊 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边如戒 就是说两边呢 它一定要像戒齿一样 哎 直一点 不要弯弯曲曲的 就是要我们中间的一个行笔 要稳一些 就属于我们竹子的一种基本的用笔过程 像我们竹盖呢 它就是基本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笔 对于这一点 同学会明白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 数字三吧 回复一下数字三 当然我们这一点慢慢慢慢讲啊 还没有讲完 只是前两段的一种用笔 还是三还是竹子这一部分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往上继续走 那我们刚才呢 去讲过这个竹子的一种 最基本的一个行笔 它最基本的一个生长状态 对吧 那我们呢 就要把这种生长 生长状态去给它表现出来 这前两段的话呢 咱们可以先这样子去画 那我们如果画一个比较长的这一段 应该注意什么呢 咱们稍微旁边稍微写一下 一个呢是长短 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墨色 然后呢 还需要注意一下 运比的一种速度感 我们需要要匀速 因为呢 我们这个竹子啊 它整体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的圆魂厚重的 而且呢 线条的话 它是比较 相应来说 比较圆润一些的 所以呢 我们不会像蓝叶那样 天体的变化特别多 我们就要保持一个基本的匀速感觉 这这样子的一个行笔 以及咱们在画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这一根竹杆需要注意这些点啊 调一个墨色 中等墨色 那我们如果在画竹杆 画这么两到三节的时候呢 我们墨色上 基本上一样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比较短 但如果我们这个竹杆一旦画长了之后 咱们就要注意到一个墨色了 要从农逐渐到淡的一种感觉 就需要调墨的时候呢 其实是笔尖上的一个墨色啊 咱们会偏重一点点 用笔尖这样去调墨 笔尖墨色偏重一点点 那我们把多余的水分去刮一刮 咱们呢逐渐往上行笔 其实在这个行笔过程当中呢 我们这个竹杆的墨色 就会自然自然的变淡一些 那我们先起 起笔的话呢 是一定要注意啊 是底部短 千万不要把这个长短画错了 是靠近根部的地方 它是偏短一些的 那我们呢 再往上走的时候 它这一个中间的话 会逐渐变长 逐渐变长一些 再往上走呢 又会逐渐的 中间这也是部分 逐渐的变长 再往上走 再次变短 再次变短一点 这样子一个行笔的过程 又短长 逐渐变短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出来 咱们行笔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过快过慢 中间的话 你所压的一个笔的程度 就基本上保持一个相等的状态 咱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 比如说你没有 比如说大家没有控制好这个用笔 就会这个样子 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压的比较狠一些 对吧 但是你第二笔的时候呢 压的就是抬的比较过 那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粗细呢 不够自然 咱们尽量呢 把这个笔的一个压的程度啊 自然的逐渐逐渐变细 会让这个画面的一个效果 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画这一根长竹干的时候 需要把这几点注意出来 当然其实像墨色这一点 咱们想要表现更好的话呢 咱们建议大家用升旋去画 其实像升旋的话 它的一个墨色的一个效果啊 表现的会更好一点 吸水性较强 可以让它表现的好一些 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有同学说话的像骨头是吗 咱们其实就要去表现好这个 两个竹干之间呈现骨结状啊 呈现骨结状 像竹子的这个用笔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是看一个大致的一个长度 一个整体的一个长短变化 那我们还会换一张纸啊 咱们继续来讲一下 像这一点没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五 回复一下数字五 其实我们这个大致的一个竹干 咱们先这样了解到 怎么去绘画 最基本的这一节用笔画完之后呢 往上直接加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点理解起来非常简单的 不过呢 就需要一点一定要 还是那样子 一定要多加练习 毕竟咱们上次学的是一生蓝 那这次呢 我们就学办事竹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竹干画完之后呢 需要去加竹结 对不对 我们加竹结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一点叫做节如栗 节呢 那就像就是咱们在画这个节的时候 就像写栗树一样这样去行笔 栗树的话 咱们都知道是一个残头燕尾 残头燕尾 它是属于两边偏重 中间台笔 再到收笔的时候呢 又逐渐变重的这种感觉 结入栗嘛 属于这种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在画这个竹结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种两头重 中间台笔偏细的感觉画出来 咱们还是要调一个墨色 先调一个偏中等的墨色 中等墨色 咱们大致调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笔尖上可以先去占一点点这个 稍微偏重点的墨色 然后我们开始来画竹干 那竹干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 需要注意到起行收 咱们就要注意一下藏锋起笔 我现在用的只是声轩纸了 换了一张声轩纸 咱们需要注意到藏锋起笔 然后呢逆锋行笔 藏锋起笔 行笔的时候调整为逆锋笔 先往下一起来看到我们的一个行笔速度 行笔的感觉 藏锋起笔往上走 这样子 整体的话呢 边如界运笔的话 一定要保持一个匀速 收笔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快一点 那我们第二段的时候呢 直接把笔切入纸面 咱们也讲过了 直接切入纸面 往上走的话呢 可以逐渐逐渐的让它变短一点 让它变得稍微长一点 也是要保持一个匀速 这样句话 然后再去往上走的那一段呢 再稍微的变短一些 这样咱们比较长的话 可以由粗逐渐到细 那墨色呢 也可以由浓逐渐到淡 这样子一个行笔 这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 那我们画完这个竹干之后呢 咱们加上竹节 竹节的话 咱们说过是节如粒 其实对于节如粒这些呢 咱们要稍微来讲一下 这个节如粒啊 咱们大致的分为的是两点 一个呢就是说 倚字上宝和八字下宝 咱们大致的来写一下 咱们就 倚字上宝和八字下宝 那什么是倚字上宝呢 咱们在下面去演示一下 我们在画节的时候呢 就它的一个墨色啊 整体的话是稍微偏重一点的 整体的节的墨色是用浓墨去画 第一个 椅子上宝 那我们起笔的话呢 可以漏风起笔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换一支 稍微偏小一点的 这个笔也可以啊 可以换一支小号的 建号笔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用笔是比较偏细一些 这样控制起来比较容易点 那我们属于漏风起笔 椅子上宝漏风起笔 然后呢往下走 逐渐的压压笔 中间抬起来 再去数笔的时候压笔 再往上走 这样就会发现 咱的起笔和数笔的这个地方都是偏重一点的 就跟这个写历书的横画残头厌尾一样 起笔这个地方呢 偏重一点 那抬笔的这个地方呢 会偏轻一点 这个地方同样也是要偏重一点 需要注意这种感觉 我们如果把它放大的话 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起笔咱们可以漏风 压下去中间的话 慢慢的抬起来 再压 再往上走 再抬 属于这样的一个行笔 如果咱们稍微速度上注意一点 不是那么慢的话呢 会让它和这个竹干更为的贴合一些 这属于我们的一个椅子上宝 这是第一个椅子上宝 那第二个呢 它是属于八字下宝 那它下宝的话 它整体的话 它有点像写小八一样 它的一个下方的一个用笔呢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往上 有一个往下的感觉 当然像这个重轻的一些变化也是一样的 属于漏风偏 就是漏风七笔 这样 开始偏重 中间呢 偏轻 那我们收笔的时候呢 可以往下这样子去走 这样走一笔 有点像小八字一样 都是要注意两边偏重 中间的话呢 要抬起来一些 再来看一下 压下去 抬起来 压下去 再收起来 这样子的 最基本的一种用笔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像这个 这两种画法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要在一根竹干上呢 只出现一种就可以 一根竹干只出现一种就可以 那其实到后方逐渐演变呢 它会形成一个蜻蜓眼 就是整体的话 它会让你的一个用笔上 更加的偏大写硬一些 两笔就可以表示好 它这样子的 它这样 笔断一连 这样两笔就可以表现好 这个竹节的部分 其实这几种画法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好啊 咱们这个竹干呢 一定要在一节上 只表现一种的一个起笔就可以 一个运笔就可以 这同学们肯定心里还有很多问题啊 但是呢 不要着急 因为咱们都是慢慢慢慢来讲的 咱们后面肯定会讲到的 咱们先讲这个最简单的 咱们后半部分呢 也是有拓充知识的 好了 对于这个竹节呢 咱们先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呢 还是需要一个实操 来仔细的去看一看 它应该怎么去加 像我们在画这个竹节的时候 肯定要和竹干相互贴合 那比如说我竹干之间的空间这么大 那我竹节加的时候呢 肯定不可能加的过大 旁边做一个示范 先画两节 那我们加的时候呢 肯定不是这样子过大的 这样肯定是错误的 对吧 我们肯定要加的时候呢 和它比较贴合一些 中间的话一定要留出一定的空间来 我们去加这个竹节 这样去加 更加贴合 根据咱们竹干的一个宽度呢 去加这个竹节的一个宽度和长短 用笔的话一定要注意粗细的变化 两边的话呢 可以压一下笔偏重一点 那中间可以抬一下笔偏细一些 都是有一个起形收 用笔呢 我们一定要连贯起来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种 这个起形收的一个变化 像对于这个竹干这一部分 竹节这一部分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六 回复一下数字六啊 咱们讲了一个竹干 然后呢 画到了竹节 因为我们这个竹干和竹节是相互承接的 所以咱们讲的比较紧密一些 知道这个竹干竹节怎么画之后呀 我们就要画完竹干添上竹节 没有问题了是吧 没有问题 我再拿出一张纸来啊 咱们再来看到咱们这个竹干部分 刚才呢 咱们只讲到了这一个竹干 咱们知道这一个竹干怎么去画 而且这还最基本的一个用笔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 它的一个部分呢 两个以及多个竹干 应该怎么去进行一个相互的比较 咱们再来讲一下 咱们竹干 我同学可能有种疑问了 我为什么画中锋不画侧锋呢 我感觉我的侧锋用笔 它的一个效果更好一些啊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不用侧锋去画 咱们刚才用中锋去表现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竹干呢 非常的圆润一些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侧锋 咱们来看到 咱们如果用侧锋去画这个竹干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这个竹干会显得非常的扁平 这样子一个效果呢 不是特别的适合入画 而且像咱们学这个国画的时候呢 就要学习它一个用笔的一个方法 你如果就是直接侧锋这样去画的时候 确实这样子的话呢 比较好表现一个墨色啊 以及这样子用笔比较简单 但是呢 这样子呢 它表现的一个竹干的这种圆润 厚重的感觉是表现不出来的 所以咱们大家还是要从一个高的起点给自己 让自己呢 练习一下这种中锋的一个用笔 而且像画竹干的时候呢 咱们讲究的是一个从下往上去画 咱们适合我们现在去学习 那为什么呢 咱们从上往下画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到这一个竹干 由粗到细的一个变化 而且这样子行笔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下 由下往上去画 这样子一个行笔 它是属于一个逆锋的一个行笔过程 对不对 逆锋的一个行笔过程 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到 它由粗逐渐变细 慢慢逐渐变细的这一种效果 这样一种效果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下往上去画 一个呢 是掌握不了它的一个墨色 另外一个呢 它掌握不了粗细 当然也是可以的 比如像张大千的话 他就喜欢从下往上去画 这得看你的一个熟练程度 从下往上画的一个好处它是 哎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比较顺手 就像写字一样比较顺手的 这样可以画下来 用笔上可能更顺一些 但是咱们初学的话 可能是把握不好这个墨色 已经粗细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讲究一下 它是从下往上画 是适合我们刚开始去进行学习的 明白了吗 咱们其实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 咱们它咱们的一个用笔的 运笔的一种感觉 这样子是顺 顺着去画 那这样子往上呢 是属于一个逆着去画的 逆着去画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可以让这个线条更为的挺拔 而且呢逆着画可以去保证好 一个墨色的一个浓淡变化效果 和粗细的一个变化 难点就是说 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力度 那我们这样顺着用笔去画的时候呢 但是相对来说呢 它是确实用笔的话比较顺畅一些 但是呢 你的一个墨色以及粗细不是特别好把握 这一点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最基本的两种方法 那我们呢 一开始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一种 用这一种是比较好的 像有同学觉得竹子 错节呀 或者说各种方法 对不对 像咱们这个竹子的一些绘画方式呢 它是根据每个朝代 它是有不同的绘画方法的 比如说它是像这个 以前的时候 它是像正板桥吧 正板桥画的一个竹子 咱们见过 见过的话 它的错节比较厉害一些 但是我们如果去观察 吴振啊 或者是这个文童啊 它画的竹子呢 它是相对来说 它没有完全错节 它更加偏解实一点 每一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刚开始画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必要错节 你就是直接这样去按照它去画就可以 大家呢 平时可以去看一些名家作品 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习这个竹干竹子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最基本 最源于自然的一种绘画方法去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案例上面 案例上面呢 有一点稍微存在 但是不像正板桥那样厉害 其实像它画的时候 它是错的比较厉害一些 每一笔之间是相互连贯的 方法上不同 咱们还是从一开始 最基本的方法开始学起 咱们就是说远了 说多了 那关于这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五 回复一下数字五啊 其实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空间呢 咱们再多讲一点 空间的话 咱们要留出来的 但是它的一个大小上呢 它是要整体来说 要更加的比断一连一些 虽然说咱们这个竹干 它每一节之间都是有这种空间 对不对 空间流骨节状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笔啊 它是要更加的顺畅 叫比断一连 它的气息呢 要连贯在其中 一定要把气息连贯起来 不能灌断特别厉害 比如说啊 其实我们画的时候 只要稍微一注意 就能把每一节每一节之间相互承接 但如果呢 我们分解去画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气息 如果停过久的话 它是连不起来的 我们尽量呢 熟悉之后呢 可以让整个画面的一个连贯性 再加强一点 好不好 好了 其实咱们这个 有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疑问 疑问这点是对的 因为像每个画家 每个朝代的一些画法 确实是不同的 咱们只要能了解好就知道了 你喜欢哪一个画家呢 你就可以去学习 临摹一下 都是可以的 把它放到一边 咱没有讲远了 刚才讲这个 两个竹干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的 一起来再来讲一下吧 两个竹干之间的一个对比关系 很重要啊 咱们讲了一个竹干 一个竹干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如何去绘画 有长短变化 那我们在画两个竹干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一下 它们两者之间呢 千万不要对结 我们先来画一个 一会儿我给同学们解决那个疑问 这个错节问题 我为这个呢 还在最后的时候 放了一个名家作品图 给大家欣赏一下 好了 咱们一起来看两个竹干的一个对比 咱们先来画一个 其形收 长短长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用笔的时候呢 现在呀 不一定非要悬问 因为我们刚开始 完全可以进行诊问的 而且呢 咱们这个纸张不是很大呀 没有必要 虽然说 介子园当中有说过 画竹干进行诊问 但是呢 也是说 你在一定的一个小程度 情况下进行诊 如果你一开始就进行悬啊 如果你一开始上来 就进行悬问的话 你就是这个运比是特别稳 咱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那我们在画第二段的时候呢 就要避免好它的一个对接部分 什么是对接呢 就是两个竹节是一样的长短 那我们要避免对接的话 肯定是有长有短的这种变化 我们在画第二段的时候呢 一个是在它的一个位置关系上 避免平行 一个是避免平行 还有呢 就是避免对接 这两点很重要啊 平行和对接 那我们先来画下方一个 不平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稍微打开一点 有长有短 那再往上走 继续呢 咱们可以往上走一点 这样子呢 咱们这个主干就可以避免好对接的这个问题 而且呢 咱们在墨色上也可以稍作区分有能有弹 这样就在一组整个画面当中呢 就可以让这个画面上呀 这个墨色效果呀 粗细的一些变化呀 下面来说比较丰富一些 墨色的一个变化 这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啊 两个竹竿之间应该怎么去绘画 像我们在画这个 画完竹竿之后呢 需要添加竹节 添加竹节 把竹节给添加好 这样子呢 就是它的一个 咱们需要注意两个竹竿 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 那我们如果多个竹竿在一起的话呢 肯定要注意到 它们的一个疏密的关系 当然我们会在案例当中呢 会详细的讲解到 两个竹竿 有同学问狼豪比 更适合画竹子吧 狼豪比的话 确实啊 比比较硬一些 但是呢 你有如果注意不好的话 可能这个行比起来 也不是特别好使啊 看自己的个人习惯 像我这只比的话 就是煎豪比 煎豪比的话 也是可以画竹子的 因为煎豪比的话 它的一个弹性 还是比较失踪的 跟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和喜好吧 这是我们竹干这一部分 咱们竹干呢 讲的比较多啊 我们竹干和竹节呢 先讲到这里 下一步呢 咱们再来讲这个小竹枝 咱们刚才讲的很详细啊 起行收 咱们都讲过了 可以问如何抬比 抬比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收比啊 咱们轻轻的往上走 哎 行 收比的时候呢 稍微偏快一点就行了 一定要注意 注意 仔细听讲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竹干和竹节 咱们讲了之后呢 咱们来看看竹枝的一个画法 竹枝呢 咱们在画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枝的一个生长 一个生长规律 而且呢 枝的一个运笔的一种感觉 咱们知道 笔记里也说过 干如转 节如利 那枝如草 那我们在画这个枝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好啊 这个小枝呢 其实用笔上更为的活脱一些 那我们这个小枝用笔呢 它是笔端一连相互承接的 咱们要先了解好这一点 小枝的一个用笔呢 不可过慢 咱们一定要注意好 它的一个整体的速度 我们先把这个竹干 再来画一遍 我同学就集中 就这个 就结这个竹干 到底怎么画了 是吧 我们要了解好啊 咱们在画这个竹干的时候呢 咱们所画的是一种最基本的绘画方式 但是你如果去发现一些近现代 以及以前和明清的一些画家 他的画方法都是不同的 像这个现代吧 现代的话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学习的 因为很多人去画这个竹子 用板刷去画 板刷去画的时候呢 它会显得这个画面特别商品性一些 所以咱们还是要学习最基本的一种古法用笔 比较传统一些的绘画方法 咱们练这种 虽然说比较难一些 但是很练习我们这种行笔的一些线条啊 我们先来画这个竹干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枝如草 怎么去进行生长 小枝和竹干的一种最基本的生长状态 这个竹干呢 在画的时候 还是啊 收笔的话再来讲一下 我往上抬一抬 你们仔细看到 因为这个笔尖为什么看不住呢 其实行笔都是一样的 咱们要多去自己体会 因为咱们属于这种中锋用笔 而且呢 在逆锋的时候 你是看不见这个笔的 不是我挡住了 是因为我这个逆锋啊 它的笔尖本身就是往下行走这种过程 这样子的 第二段进入直面 往上走 稍微再抬一下 大致这样一个行走过程 那我们再去添加这个竹干的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咱们添加竹枝的时候咱们这个竹枝呢可以换一只小后的接好毛笔 竹枝生长的时候大致的一个位置和规律呢就是说 在一侧它会生长 在一侧生长这个小枝 它最基本的规律是这样子的 一侧生长小枝 它是会在这个 一边这样去生长 咱们先大致看看规律啊 一会用笔的话咱们再讲一下 它这样子去生长的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因为产生一些透视的关系啊 或者其他一些原理 所以说我们如果再另起一个竹干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它这个小枝呢 有的时候会在两边进行生长 会这样进行左右错落的一个小关系 这样左右错落 把这个结稍微加一加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关系 在这个画面当中啊 这是枝和干的一个生长规律 咱们先了解一下 那我们再来换一张枝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小枝怎么生长 那我们知道小枝在这个竹干当中的 最基本的生长规律之后呢 我们仔细来看到 其实像小枝咱们在画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比如像雀爪呀 或者是鹿角一些形容方式 那只不过是说呢 这个无论是确爪还是鹿角啊 就是说这个运笔上有疏密啊 有这种一种基本的一个形态 空间上有一些变化 这样去理解的 不是说固定的 非得去找回路角的一种形式去生长 那如果全都这样子的话呢 它对于这个竹干本身来说 不是特别符合 咱们要画竹枝的时候 竹枝啊 掌握好小枝之间的一种疏密 掌握好疏密 掌握好疏密 还有呢 就是穿插 组合 一定要合理到位 那我们在画一个小枝的时候 肯定要画当中的一个小竹枝 竹枝呢 我们就是拿一支小号的煎好笔 我们竹枝也可以画的偏细一点 注意用笔的一个起笔 行笔和收笔 它和这个竹干呢 基本上相似的 那我们在画小枝的时候 它的一个起笔 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切入纸面 往上走 画的偏细一些 这样子的 那我们第二段也是可以 直接切入纸面往上走 这样去画 也是有长短变化 它的长短变化 其实和这个竹干是相似的 我的纸不阴是吗 因为我控制了水分 我让你们看下我的纸阴还是不阴 如果我的水分没有控制的话 我这样一笔相语它阴吗 它是不是阴的也很厉害 它会慢慢的往外扩散的 就算是我的纸 我没有 我水分控制的不好 那我行笔一旦过慢的话 你看它阴不阴啊 是不是阴的也很厉害啊 咱们要控制好水分啊 这和你的一个纸张虽然有关系 但是水分的控制也很重要 咱们前四五节课一直讲这个水分的控制 像这节课也是一样的 控制水分 不要过多 我们再讲这个小支 小支的话 咱们中间的组织化好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顺便加上竹节 当然竹节有时候 在这个支里面是可加可不加的 看你这个画面的一个程度吧 你如果这个组织特别粗的话 你可以加上 如果特别细的话 不必要加的话 就完全没有必要加 毕竟不是主体部分 那我们画好这个组织之后呢 往旁边加小支 加这个小支 需要注意小支的一个穿插组合 数蜜变化嘛 对吧 那我们讲这个蓝叶的时候 讲过 数蜜 就是说在空间的一个排比上 有个数蜜的变化 那我们在旁边穿插小支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小支穿插 空间上是有大有小 我们左侧 让它空间上可以偏大一些 在这个竹节的这个地方 咱们生长一个小支 运笔上呢 直接这样 直接这么一笔过去就可以 切入纸面 不过呢 咱们这个小支的一个行笔速度 一定要偏快一点 而且小支的话 它所用的一个笔呢 是在这个笔尖前半部分 这个位置就可以 不要特别往下压 往下压的话 这个小支就没有办法表现出 细静挺拔的感觉 再往上走 也是有长有短 到后面呢 可以逐渐的收笔 偏虚一些 毕竟我们画的一幅画是写意性 不要去纠结于这个问题啊 咱们画的是一个写意性 用笔的话 肯定要讲究虚实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地方呢 空间可以偏大一点 对不对 这样是舒朗一些 那我们右侧呢 咱们就空间上偏小一点 注意好啊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前后关系 那右侧的话 只要千万不要对接 我们可以偏往上走一走 这样往上走一走 用笔的话呢 就可以快速一些 只不过是用笔尖去画 其实他的一个用笔呢 和我们竹干的一个这样起形收 基本上差不多 不过起笔和收笔都起笔的话 都是属于直接切入纸面 这样去起笔啊 不用藏风了 这是他样 他这样一个疏密的关系的组合 非常好理解 那我们在去画的时候 还要注意好 他们之间的一个穿插 其实这样子一个大致的形态呢 就有大有小 空间上一定一定要注意好啊 有同学可能刚开始画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做一个错误示范 画快一些 可能左右两边比较相等 或者是说呢 左右两边完全对接 在这个主要的部分 这一点一定是要避免的 但如果你遇到一些小的次要部分呢 是可以的 我们这都是根据整幅画面去进行一些绘画的一些改变啊 不是说一个固定的城市 这最基本的一个市场规律和它的一个书密的变化 那我们在画这个小致的时候 肯定要注意好他们的书 书密 这小的书密 还有大的书密 以及穿插 其实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致的一个穿插呀 它没有一个固定城市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要根据自己的画面随时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我们的一个主观能动性了 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讲过 张造的说的外师造化 中德心源 就需要呢 我们把这种客观的一种真实性 和这种内界的主观情感相互的结合起来 不是说非得是按照自然界中一笔一画的这样去画呀 一定要再强调一遍 我们呢不是照相机 咱们就是一个写一画 抒发情感的 我们这个粗细的一个变化呢 一节课是肯定练不成的 需要自己长时间的去进行一下练习 就像我们画蓝叶一样 你蓝叶可以耐心的画下来 那我们竹子呢也是啊 竹子也是需要非常耐心的慢慢去练习一下 咱们知道方法之后 下一步就是需要自己的一个耐心的练习的过程了 我们来看到同样呢也是来画这个竹子 我们如何穿插呢 就要注意到整体的一个数秘变化 穿插和组合啊 它们在一起 整体还要注意到它们的一个数秘变化 在旁边再来一组 还是来画中间的这个小支部分 咱们这个组织呢 咱们可以稍微的再粗一点 稍微粗一点 那我们再往旁边去穿插的时候呢 左右两边穿插 一定要注意它们的一个数秘的变化 笔的话呢 咱们要保持好用这个可以开始先用这个小笔去画 小后的接好笔 比较好控制一些 控制好水分 这个堆的水分一定要在笔中去吸一下 往两侧 左右两侧去加 加的时候呢 空间上注意大小 我们同样也是啊 先从这个左边上 咱们可以偏大一点 那往中间这个偏粗 往旁边走的时候呢 咱们线条上就可以偏细一些 有主次的关系 有大有小 对不对 这样去加了 那我们在穿插这种线的时候呢 往旁边走的时候 同样也是 它主要的一个 比较密集的地方呢 咱们尽量的去集中在烧布 烧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的偏密一点 不要全都让它的一个数据变化 集中在就是乱七八糟的 咱们可以在烧布上偏密一点 就是在前半部分呢 咱们穿插小制的时候 可以穿插 多穿插一些 比如说往旁边走 可以再穿插一笔 那烧布的话 这个属于烧布对吧 那我们再往旁边 再走几笔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发现 这个部分相对来说呢 它是比较密一些的 能够注意好这种输密变化 对不对 再往上走呢 也是 注意好输密 那左右两边的话呢 咱们也要注意 小的部分注意输密 左右两边大的部分 也是需要注意输密 那如果我们让这个右侧部分整体偏密集 那左侧部分呢 咱们就整体的偏输了啊 就不要穿插这么多小制了 咱们可以 少穿插一部分 少穿插一点 或者是呢 或者是呢 再让这个右侧可以多加一些 多加一些 这样去加 那我们现在可能有个疑问啊 就是说 咱们刚开始画这个枝的时候呢 其实中间这一部分是比较偏近挺的 再往后呢 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往后的一个小枝后半部分 咱们一定要注意好 这个地方呢 可以偏弯曲一些 让它有种往下压的感觉 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看见 偏弯曲一点 而且 它如果一旦行笔速度这样过快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发现 它是有笔断一连有种 哎 草树的感觉 千丝连带 咱们记不记得 一开始讲过 植乳草 对不对 像这个就体现出来了 植乳草 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不是每一个枝干 都要画的很直很直 我们到了小枝部分呢 它会有一点往下液 这就是因为我们会让它和咱们下一节课的竹叶结合起来 小枝的上半部分 咱们长竹叶 竹叶有一定重量 它会把这个小枝呢 有点往下液的感觉 往下压的一种偏沉的这种效果 这一点要记住一下 不要多画的特别直 稍不偏弯曲一些 是这个样子的 我同学问竹枝段吗 中间竹枝段吗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中间竹枝段吗 咱们这个竹枝的话 都是一个行笔比较连贯的一种效果 你如果是问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它一个笔呢 是还是刚才那样 千丝连带笔断一连 它和这个主干的一个效果 还是不一样的 枝如草 它一个行笔是比较活脱一些的 这样可以明白吧 再来看到 我在旁边再来分解一下 咱们这个小枝的一个用笔啊 尤其要注意好这种疏密的变化 疏密的这种变化很重要 而且呢 咱们讲了几个点 如何去画小枝 一个是注意疏密 有多有少 这样可以明白 多和少 那它一个出枝比较多的地方呢 稍布这个地方比较多 因为咱们后期呢 这一部分家竹叶 另外呢 因为家竹叶 所以说我们稍布下方这个小枝呢 会稍微的弯曲一些 不要特别的直 和中间的这种组织 形成一种对比现象 可以明白吧 那我们再往旁边去 稍微去分解一下 这个小枝的绘画 小枝应该怎么去画 那我们在刚才呢 看我的用笔 再来分析一下 还是画一个小的组织 形成 成笔的时候就往 就往左方 就快速的往上走一笔就可以 那再往两边加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的 旁边加一个小枝 那我们可以让它 笔上呢 用笔上更为连贯一点 它完全可以不像竹干 主织一样 不用像这个粗干一样 非得中间截如 中间扣硬的距离 咱们就可以让这个笔呢 相互连贯 这样相互连贯起来 用笔上呢 比较顺畅一些 这样子一个用笔方法 而且形笔上 一定要快一点 不要特别慢 你看 比如说我们过慢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枝会画得很臃肿 很臃肿 因为它是升旋 一旦过慢的话就会因 我们让这个地方呢偏密 那右侧呢 咱们可以偏梳了 画慢一点 大家再来看一下 控制水分 这样一个行笔 到最后的话 虚一点 直接虚虚的收笔就可以 有时有虚 另外咱们在画这个小枝的时候呢 会发现 咱们再往旁边去加枝的时候 书密上注意到了 是吧 那我们行笔上 其实也是要注意虚实的 是根据你的整个笔式来 而不是说刻意而为 根据笔式这样过来了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咱们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去画 它不是说每一笔都要非得比比 非得是特别的拘谨这样一种现象 咱们写意的话呢 会讲究一些用笔的一种流畅性 尤其像小枝这一部分 不影响一个主体 而是要讲究运笔的感觉 然后再次去往外去生发 生发的时候呢 注意好啊 是在稍布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要画的比较多一些啊 穿过来 这个地方往下页 往下压一点 这个小枝部分 让穿过来 这个呢可以叫做错笔 这样连着过来的 不过像这个呢 咱们要多去尝试练习一下 稍不 偏多一些 然后再来分解一下 咱们其实这个地方的用笔呢 也是属于小枝的一个 植树草的笔端一连 相对相互联系起来 这样错 错着连过来就可以了 错笔嘛 这样连过来 这样子的一个用笔 比较潇洒一点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上走 稍布上的话 往上走一些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部分遮掉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部分遮掉 会发现这个竹枝呢 会在稍布的地方更加的密集一点 有没有发现这个方法 这样子的话 咱们就可以更加的熟悉去把握好这个小枝的一个穿插啊 那右侧部分 咱们就可以少穿插一部分 少穿插一点 有数比的一种对比现象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收笔的时候呢 也可以 比如说整体的一个趋势 这样子旁边示范一下 整体的一个趋势 咱们这个小枝呢 这样子过来 其实用笔的话 你只要能够顺过来的话 发现这个用笔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是一个补充现象 不让大家信那句话 这是一个补充 一定要记转 咱们这是一个补充 大家补充了一点点 一开始如果你这样连不过来的话 是完全可以用笔偏丝版一点 一笔一笔一画的这样去画也是可以的 一开始就可以这样一笔一画的这样去画 这样子 你一旦熟悉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笔上 偏快一点 明白了吗 那关于小吃这一点 同学明白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 数字8好不好 这个比较乱一些 下方这个部分 其实能够发现 咱们这个中国画呀 在画的时候发现 好多好多种画法 那我们不要只具限于某一种 一定要让眼光开阔一些 没有问题了是吧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把这一点呢 再放到这个放到一边 那有同学说左右错落再画一下是吗 我们会画案例的 案例当然也有这些东西 咱们画案例的时候呢 再来讲一遍 画案例咱们慢一点画 那我们案例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我们现在拿出咱们的案例 一起来看一下 案例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吃的错落关系 很丰富啊 很丰富啊 这些案例 案例里面呢 把咱们今天这节课的一个知识啊 都讲到了 而且呢 带了点咱们这个下节课的竹页 对吧 竹页不是很多 这样子的 能够发现在这里面呢 咱们会有一些 左右小小制的一个 左右错落的穿插关系啊 还有呢 就是竹竿的一个起形收 以及竹竞的一种用笔啊 咱们都在案例当中体现了 那我们在画这幅画的时候 肯定要对画面进行分析的 我们主要部分呢 刚才也说过了 是在中间 差不多这个位置 是一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因为这个部分呢 它的一个墨色上的一个效果 比较丰富 还有就是说 它呢 它的一个空间上不白的呢 是比较合理一些 比较这个 疏密程度上比较 丰满一些啊 这种效果 那我们旁边的话 可能就会感觉 叶子比较舒朗 那旁边又逐渐伸展出的 这种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种 竹刺关系给安排好 而且在竹竿上呢 我们会发现 竹竿是有浓有淡 有浅有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表现一下 竹竿的一些浓淡层次 以及前后关系 而且这样子 也可以增加画面的一个 丰富效果 那如果我们都画一样的浓淡呢 就会发现画面很平 所以我们就会让这个 画面的一个效果 让它更加丰富 层次感更加强一点 就要表达出 不同的一些浓淡变化 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在画一幅画的时候 一幅画面的浓淡很重要 大致这个样子 那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好 这个竹竿的一个起笔 它的一个第一笔 大致在哪一个位置 第一竿的话 就是第一个竹竿 比如说这个吧 这个比较重一点 咱们以它为中心点 往两边呢 逐渐去进行 粗细和浓淡的一些对比关系 这个的话大概是 隔了一个三分之一 这个右侧三分之一的中间 差不多偏右一点的一个位置 大致的这个位置 咱们来定一定 把这个位置咱们先定好 它的一个方向呢 它是往这个上方 右上方去画的 把它放到一边了 拿出一张纸 调一个墨汁 咱们整体竹竿的一个墨色呢 它不会特别的重 它肯定是在中等墨色 左右 它可以稍微重一点点 或稍微偏淡一点 但是呢 不会用重墨去画 旁边准备一张吸水纸 我们按例的一个尺寸呢 是四尺四材 大家一定要提前看我们的笔记啊 笔记当中都有 我先知道的话 可以给它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尺寸的 咱们有同学还是没有养成课前看笔记的习惯 这个纸张呢 是要课前准备好的 调一个墨色 旁边来试试这个墨色浓淡效果 一定要注意 咱们一开始 这个第一个 像我来说偏重的竹干呢 它是墨色上不要特别淡 它是作为一个中心的 往旁边变淡或者是变粗细的这种一个效果 一个标杆吧 可以说是 所以说我们中等墨色 稍微重一点 千万不要浓木啊 咱们最重的墨色还集中在叶子上 其实画竹呢 难画叶 叶子的话是更难一些的 这个摆菜有说过 40年来画竹叶 日间挥洒 夜间丝 这个竹叶呢 是需要一定功夫 还有呢 就是确实是多去练习 自己琢磨 知道了 规律之后 还得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琢磨 找转大致的一个位置之后呢 咱们下方 下方呢 留出一个 两到三指的一个距离 开始进行一个起比 一个方向呢 它是 它的一个方向是往上方这样去走的 有点倾斜 那我们第一干的话 我们先来呈现一个整体画面 然后再来缩小啊 因为我们今天这节颗竹干比较多 所以说呢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咱们不会 当然画好画不好呢 没法确定啊 就得看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是悟性啊 悟性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 虽然说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还需要靠后天的一个努力 三大 两到三指的一个距离 一开始起比 那我们藏风起比 藏风一点 第一干的一个长度呢 咱们是在中间二分之一 中间二分之一要偏下一点 不要特别长 把这个长度给注意好 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去画它的竹枝啊 或者一些穿插 如果我们一开始去学会自己的安排 其实这样画也是可以的 没有必要在意 但是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自己安排 或者说心里没有数的话呢 还是要跟着我一起来画 那我们第二段的一个长度 注意好啊 它第二段的一个长度 大概呢是在二分之一 它偏上了一部分 偏到整体的四分之三处 大致的一个位置 咱们现在只是说的比较确切一点 但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 还是要讲究一个大致的位置 和大致的比例 这样画过去 那再往上走的话呢 要用这个竹干啊 逐渐变短一些 再逐渐的变长一点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竹干先画到这里 那我们旁边在加的时候呢 需要让这个墨色调淡一些 旁边画的一个竹干呢 偏淡一点 偏淡的一个墨色 再去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好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呢 它是有一点点往左侧倾斜的 墨色上不要特别重 中等偏淡一些 来尝试一下这个墨色 墨色可以的话呢 我们开始来进行绘画 它稍微的偏高一些 其实像这幅画面的竹干呢 它是有高低错落关系的 不要对截 咱们可以偏短一点 下方其实比较圆润 再往上走的话呢 它也是不要对截 它的一个高度呢 它不会超过它 一开始的第二节 第二段直接切入纸面 咱们这个强调过呢 次数也比较多了 直接切入纸面 你会发现 其实呢 我在收笔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非白现象 这个呢 完全没有关系 不要特别的 特别在意 这个地方 咱们在画的时候 主要有起形 说到这种整体的行笔就可以 整体行笔的过程和收笔的过程就可以 它有时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但只要我们运笔没错就行 不要对截 有浓有淡 咱们把它画出来 两个竹干 那我们再去画这个 最比较偏右的这个竹干的时候呢 要注意好 两个竹干的空间 这感觉比较大了 那我们再画 右侧这个 咱们空间上就可以偏小一点了 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 我整幅画面当中啊 这个竹干的墨色不是特别特别重 那我就要想办法了 想办法呢 去把这个重色给稍微添一下 那我就可以添在这个 比较偏右的这个竹干 这上面 偏重一点点 再调一点墨 然后尝试一下这个墨色浓淡 可以之后呢 一定要把对于的水分去刮掉 这个右侧的竹干 整体来说比较偏细一些 那我们再来画一下 注意好 还是不要对接啊 我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那有的同学呢 知道的话 可以给他解答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咱们上课讲 强调过很多遍了 而且在实物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过 我们再次来画一个竹干 那西面的时候 哪是藏风一点 整体的一个空间上呢 我们要注意啊 这边的空间会偏大一些 旁边会偏大一点 不要对接 那我们中间这一节 可以稍微长一点 再到稍部的这一节呢 我们可以再变短 整体的话 它一个长短变化 咱们还是要注意到的 这个部分有没有跟上啊 跟上的话呢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一 咱们这个竹干啊 画了三部分 三个竹干 其实我们这节课以竹干为主啊 所以竹干画的比较多一些 还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咱们这个竹干生长的话 咱们强调过啊 是底部短 中间长 稍部逐渐再次变短 这是竹干的一个生长规律 你看竹子在生长的时候 它是靠近根部的位置 有没有去过公园啊 靠近根部的一个位置呢 是很短很粗的这个地方 越往中间的是越长 那再往上面的一个稍部 又逐渐变的 这样的一个生长状态 刚才我们书观察当中 也有看见过 好了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去画 往旁边去走 往旁边走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这个 右侧这一部分的一个竹干 那我们这个竹干呢 它大致是画在中间 整个画面的中间这个位置 墨色上呢 不要特别的重 咱们整体的墨色 可以偏淡一点点 加一点水就可以偏 就可以变淡啊 那我们多余的水分呢 还是要在吸热纸上去吸一下 另外呢 这个纸可以去尝试一下 墨色的一个效果 多余的水分一定要挂一下 毕竟咱们这升旋指 它是有一定的吸墨效果 吸水效果和樱墨的一个感觉的 现在我们来画这个竹子 它要找好整体的三分之一处 那这个三分之一处呢 它偏上一点 要比这个左侧偏上一些 那我们这个竹子呢 再往上走的时候呀 它整体的话 有一点点偏直 有一点点偏直啊 但是让它们两者之间的空间 还是要有一定空间的 不要完全交在一起 这个竹子咱们可以画的偏粗一点 那藏锋起笔 底部短可以画粗一点 中间长 再逐渐变短 那咱们这个纸张呢 确实的画幅也比较小 但是如果我们再画一个大尺幅的话 后面我们会画到更大的尺幅啊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竹子啊 越往上它的一个粗细变化 就会越明显一点点 当然咱们这个尺幅偏小一些 是横的嘛 竹干比较短一些 到后面咱们会有这个创作课 就会发现 咱们这个竹子呢 这个粗细变化上 咱们会觉得更加的 就深刻深入一些 咱们就主要是练习用笔啊 控制好我们这个用笔的一个感觉 调墨 调一个墨 不要特别重 画不直 正常的 你行笔不够稳就画不直 就练习的不够 一声蓝半是竹 那你再画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画直 可以说比正版桥还要厉害了 我们再次画旁边左侧这一个 注意好它的一个前后关系 那可以偏上一点 两个竹干离得比较近一些 不要对接啊 这个时候也不要对接 因为咱们这个竹干比较多嘛 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避免好对接 然后呢 现在我们主体的一个竹干画的比较 多完整一些 那我们旁边还有这种小竹 小竹干呀 还有小竹只还没有画 那我们在画这种小竹和小枝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换一只小号的煎好笔也可以 那如果你们用大号或中号 掌握不了的话呢 就可以换一只小号的 看自己的一个掌握程度 我这只小号的笔墨色比较多 那我去给它吸一下 然后调一个墨也不要很重 我们给它往旁边加一个小枝 再放大一点 空间上呢也是偏远一些 离这个左侧偏远一点 那这个小枝呢 它整体的话 它是往左侧 往右侧往下眼 往下眼的这种效果 这个地方呢有一定的竹叶 这个地方竹叶比较多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往下垂一点 注意好用笔的这种起形收 小枝的话可以直接切入纸面 没必要非得藏风了 这个小枝可以偏细一些 但如果你们能够 你们想如果感觉这么细化不了的话 也可以稍微粗一点点 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比这个主干细就行 没有必要非得特别特别细 就看你一开始这样起笔的一个粗细了 收笔的时候呢 我们就稍微的虚一些 不要特别的实 咱们先把大体的竹干来画一画 然后左侧的话 咱们还有一个竹干 竹枝 小竹枝 去左边 摸色也不要特别重 整体的话还是竹干的墨色 偏淡一些的 左侧这个呢 咱们就往左来 往左边走 咱们先把大致的一个竹干给画好 画好竹干之后 我们下一步呢 就可以添加竹节 竹节的话 我们可以往上走 也可以往下走 咱们刚才讲过的是 上报和下报 对不对 两个处理方法 一字上报和八字下报 就这样一个叫法 那我们只要一旦明白了 它的一个运笔呢 它怎么叫都是可以的 咱们主要是了解它的一个画法 对吧 画法上很重要 好了 那我们给它加一加 加的时候呢 每一个 加的时候 每一个竹干当中 使用的一个技法是一样的 一定要是一样的 比如都用上报 那我们就一个竹干都往上走 那旁边的也可以往下走 这边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城市 行笔上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 其实我们在画写意的时候 没有那种行笔过慢的 除非呢 是监工带写 像七白石画的那个 监工带写的是草虫 草虫类的话 它比较细致 肯定是一点点的去进行一个绘画 和形体的塑造 但像我们这个的话 如果一旦行笔过慢的话 就失去了本身的一种韵味 我们在一个熟练的一个基础上呢 这个行笔的速度上 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 也可以画这个蜻蜓眼 这样比较偏写意性的结合起来 蜻蜓眼这样一般 就是这种椅子 这种八字下报的一种 这种另外一种体现方式 按着下报的话 它可能连的比较严重一些 就整体联系起来 但轻轻眼的话 它可以这样两笔 过来就可以 比较偏写意性一点 比钻一点的一个效果呢 更加重一些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穿插小支 小支的一个穿插呢 我们可以使用小号的煎好笔 墨色上呢 咱们要比竹干的墨色稍微重一点 但是不可过重 不要用浓墨去画 稍微加一点水 尝试一下墨色的一个效果 合适就行 咱们一会呢 会画到画面当中的主页 咱们这个主页 虽然说今天不讲 咱们下次再讲 但是咱们可以稍微画一画 也不要纠结 一会儿咱们也不要纠结 这个竹页到底是怎么去画 怎么去组合 这些呢 我们会下节课讲到的 咱们大致的去 稍微熟悉一下 看一看 感觉 感受感受就可以 我们去穿插这个小支的时候呢 在一个是在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主干当中 去穿插小支的 就在一侧 一侧这个地方长了一个 注意起形收 直接切入纸面 起形收 然后呢 这个旁边啊 咱们可以稍微加一支 我刚才不小心把这个支架错了 不过没有关系 咱们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会加一个比较虚的 比较虚的加过来 那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一侧进行加 咱们先把这个主要这一次加一加 加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同样一个道理 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往里走一走 和它呢尽量的不要平行啊 咱们可以往里收一收 起形收 有长有短 然后往上走 遇到这个香蕉地方呢 咱们可以稍微续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 向上方这个竹肢的一个位置 它是往这个左边进行锤的一种效果 用笔上的有虚有实 这样接过来 像一会这一次我们一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改变 两边穿插小支 下方的支呢不要穿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叶子 咱们加咱们没有叶子 那上方呢咱们会有叶子 我们就稍微去加一加这个小支 也不要加很多 只是呢在叶子部分加的会偏多一些 咱们因为要和下节课有联系的话 就要知道叶叶虚拙支 叶子和支呢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咱们可以先少加一点 一会的话呢根据画面可以进行调整 到这个部分 少加一些 那像旁边这个的话呢 我们也给它加上一点啊 加上一点点小支的一个穿插 往下走一部分 穿插一点 后面来上一笔小的 穿插一点点 不要过多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来画这一组 这一组的话呢 同学们就能够更加深刻的去体会到 左右两边一个小支的错落关系 我同学想练习竹子和兰花 你可以去找一下名家作品去练习一下 毕竟我们美杰克对是为美杰克重点的 可以练习一下正版桥的 正版桥的话蓝竹在一起是比较多的一种存在 我们再来画旁边啊 旁边的话呢 我们这个小支 先来画左右侧的 右侧这一部分 细形收 它整体的话呢 它是比较往外压的这种效果 有长有短 它有穿插这种效果 往旁边走 它也可以被挡住了 这样过来 主支咱们先加好 那旁边呢 咱们可以添加辅支 辅支的话 这个时候不是讲究到左右错落的一个关系了吗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始往上生长出小支 它在生的时候呢 生长的时候可以往右侧去 左侧去走 用笔上呢 再稍微的去笔断一连 哎 错落一些 这时候用笔上就可以偏快一点 咱们蜘蛛草的话呢 这种用笔下我一定要体现出来 是不是 用笔的话 咱们可以实收也可以虚收 像这个实收和虚收就联系到咱们第一节课 讲蓝翼的时候了 一定要有收笔 其实像这一组的一个小支呢 穿插还是比较往上的 我们如果感觉上方比较偏短的话 可以继续往上接过去 我们也讲过 像这个小支 它比较多的位置呢 集中在这是烧布 那我们就把烧布往上加一加 这种错笔的方法 这种错笔的方法 这样画过来 稍微可以多加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有个碱顶的叶片在这里 所以说完全没有关系 稍微偏多 稍微偏多一些 密一点 这是一个小规律啊 咱们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呢 就可以根据小规律去画 然后再次往旁边去走 旁边走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小支可以弯曲一点 不要特别直 两个笔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那其实我这个整体笔是这样 来一笔 这样顺着接过来的这种效果 错笔 稍布的话 咱们可以多加一点小支 咱们大致呢 把这一部分的小支添加完成 就可以了 其实小支的话 主要是中间这一支比较饱满一些 往旁边的话很少 旁边这一组的话非常少 放大的加过来 左右错落 而稍布的话偏多 压一点 支 我们把这个支画好 咱们支画的很慢了一脚 好了 关于支这一点呢 咱们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来回复一下数字8 回复一下数字8 那我们下面呢 稍微去跟着我加一加叶子 但是呢 咱们就当做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尝试吧 把这个叶子稍微去加一加 我想把这个小支呢 往上走一走 因为感觉上方的空间比较大呀 就加不到这个叶片了 我往上走一走 为了就让他把这个叶片加上去 没有问题了是吧 那我们拿一个小的 拿一个大的尖号毛笔或中号尖号毛笔 我们来加叶片 叶片的墨色一定要偏重一些 用浓墨 尤其是这个部分 一定要浓墨去加 就跟着我去感受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们下节可会讲的 大致的去感受一下 会在支的这个部分去加叶片 那我们可以先在下方这个地方加起 就比较长一点 我们来看看整体的一个大致位置 往下加 它压住了旁边的一个竹干 可以画长一些 中暗倾蹄的一个效果 然后往两边呢 有粗有细 组成一个戒子 再往上走呢 可以往左边去添加 这个地方咱们要注意 整体的一个疏密变化 就是说呢 往左边加的时候呢 它是让中间地方偏密 积一点 那我们就往中间 这个上部这个地方 往里聚拢一点点 注意好这个竹页的一个排列 就可以 这样聚拢 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呢 就会变密 墨丝上一定要种的下去 我旁边走 咱们这个竹页不是很多啊 所以说 咱们稍微加一加就可以 画的慢一点 一起来加一下 这样画两个戒子 其实我们在竹页排比的时候呢 一开始可以以戒子啊 个子啊为主 比较好掌握 再往上走 也是排列到这个整体当中啊 再往上走 咱们可以往这个竹页的一个 哎 右上方去排列 咱们加的时候 是左右两边去加 不要直接上下加 不然呢 画面的一个排列效果就很丑了 左右两边去加 中间是我偏密集了 这个地方 对吧 会有一个疏密的关系 哎 下方比较疏了 中间这一块呢 比较密一点 有时候的竹页会产生一些非白的效果 那现在咱们这一小组画好了 咱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一小组 但是呢 我们这一组呀 画完之后会发现 上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小枝露在外面了 那我们给它稍微截一下顶 画的叶片呢 不要特别长 可以短一些 可以短一点 再往旁边走 这个小枝是往外围进行伸展的 那我们这个叶子呢 也可以跟着它的一个方向 这样去走 这样去生长 顺着它去生长 注意好这个位置关系 大枝的位置关系 根据小枝的一个方向 咱们可以稍微的 往下来一点 避免完全平行 然后这个呢 再往下来一点 然后这个线条的话呢 避免完全平行 但如果你感觉中间这个地方 有点太平的话 那可以加一点这种小的叶片 加进去 稍微去给它补充一下就可以 补充上这么一小笔都是可以的 把这块加一加 那再往旁边走 我们再去加的时候呢 在这个叶片上 咱们就要注意好 一个是在墨色浓淡上呢 就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再偏淡一点 加一点水 去调一调这个墨色 煮次 咱们这个地方没煮了吗 所以说墨色上偏重 旁边的话不是主要部分 咱们就墨色偏淡一些不要很重 看看墨色的一个效果 这一小组我们来画一下 它在画的时候呢 尽量和旁边的一个竹 更有个叠压关系 这样能够把整体的画面穿连起来 主要是轻蹄 也是一个戒子 比较好表达 然后上方的话呢 根据它的一个效果 进行一些小叶片的一个添加 也是一个小的戒子 两个叠压在一起 再往一边走 再来添加一部分 有疏 有蜜 旁边的话呢 也是比较疏朗的 莫层上也没有很重 转轻蹄 叶片的也是有粗有细 再往上走 两个之间也是有一个前后的关系 想画一个分子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加一笔 也就是一个分子 无笔为分子 最后方这个叶片呢 它的一个整体的墨色 就会稍微的来说 再偏淡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特别淡 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重啊 偏淡了一点 但是不会特别重 用这个弹幕再来调 笔尖上呢 我们可以稍微去占取一点点 偏重的墨色 但是不要过多 然后一定要调开 就跟我们在占取笔尖 如果一旦占墨或占色的话 一定要调开 不然的话呢 整个一个墨色变化效果也好 颜色变化效果也好 如果不调开的话 就会特别的突兀 来画这一组 画这一组的时候呢 也是啊 也是有一些穿插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大致的来看一下 有长有短 它是根据它的小指望两边长 中间的话呢 这一片叶咱们可以偏长一些 有点偏个子这种效果 那往上涨的话呢 中叶之间也会有重叠 像这种类似于情注的话 它有的时候就会偏漏风了 就直接起笔的时候会偏漏风一点 也是有起形收 中间的一个按笔和停笔的过程 其实像这个收笔的话 有点像蓝叶中间收笔的 这种感觉也是有粗到细 自然的一个过渡效果 形笔 其实咱们学的这个形笔都非常的 相似 玉米的这个过程很相似 稍微加一下 旁边的话看是否是不是合适的加纸 加一笔一定要根据画面的随时去调整 先补夹 先来看整体整体的一个效果 根据这个小质的位置 也是有7笔形笔和收笔 7形收加上去 旁边可以穿上一些小的叶片 小的叶片给加一加 小的叶片给加一加 向后方呢 有的时候会用这种小的一些笔触去表示这个叶子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小现象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可以让叶片更加的灵动一些 不会特别的呆板 这样一些小笔触可以稍微加一加 但是不要过多 有的可以加有的不用加 然后看看大体的一个整体效果 合适的话呢就可以 如果感觉欠缺的话 也可以在这种小质的部分 稍微加上两笔 让它们之间呢 再连贯一点点会更好一些 就咱们在画的时候随时要根据画面进行调整 画完这一部分之后呢 我们下方加一下这种石坡 石坡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的更为的轻松 自然一点 墨色上偏干 就是水分上偏干 墨色中等就行 在旁边有个小石块 有一个用勾勒的方法 把它这样勾勒出来 稍微这么一座勾勒 旁边的话呢 带一带这种村法 它毕竟呢不是一个主要的物体 所以说没必要画特别的写实 没有必要画特别的拘谨 咱们可以放松一点去画 小山坡在画的时候是有高有低小突破 同样的一个用笔的方法 咱们可以 这样接过来 它的一个高地 虚虚实实就是 相对来说呢 这种干笔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有这种非白的效果 旁边再接过去 有比较偏高的一部分 往上接过来 一定要让它 再到这个上方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主干上 像这地方都可以进行改变的 没有说你固定的非得是跟我的一模一样 大致画出来就可以 那我画完这一部分之后呢 根据他们的一个结构 对这个部分进行一个线条的勾勒 就是村擦部分 找一找这种线条 根据这个画面的一个结构去画 有点像匹马村的感觉 可以多村一些 多勾勒一部分 我这种纸呢 是属于 同学问我纸什么纸 我这个纸是属于 升圈纸 卡纸升圈纸啊 就跟咱们平时上这个 试学课的那种卡纸是一样的 不过就是偏大了一点 用干笔的一个效果会更好 咱们这样子去画 线条呢不要特别直 就不要都很平均 咱们可以有输有密 那像下方这个部分 咱们可以稍微的 哎少村擦这么两笔 过来就这样过来就行 像转折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呀 咱们就可以多来几笔 有一个相互的一个阴暗面 可以凸显出这个亮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上方可以多来上这么几笔 同样同样的一个道理 往上走 咱们这个地方画的时候不要拘紧 咱们就可以随意一点 大致的蹭一下 咱们这个村的话 如果想要效果好一点 一定要用干笔 偏干一点的笔 然后呢再用侧风稍微擦一擦 把结构呢稍微给他画一下 就是有这种偏亮的偏亮的这个地方 还有呢底部偏暗的 像咱们这个这个部分的一个下方山时呢 作为一个小补充去画 因为你们到后方学山水的话 这个这个还会学到啊 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竹子部分已经画的很慢了 主要是你画不好 所以你觉得快 但是我们讲了很久很久的竹子 总是在重复的去讲 还是需要你的一个练习的过程 你如果能够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或者两个小时之内 你全都画的和我一样的话 嗯 那你就是出湿了 真的出湿了 稍微蹭一蹭下方 擦一擦下方 用干笔去擦一下 可以测风 其实像画山水的话比较 比较费笔 你们后方肯定会学到的 像咱们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村法 一个效果 大致的画一下 大致的画一下 他因为村文和擦完之后 就发现这个笔封啊 就散封了 所以说很废笔 画完了这一部分之后 我们大致来分析一下 会在这个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相对来说 墨色会偏重一点 那凸起来的这个地方 咱们留了一个小亮边 那这样子凹下去 凸起来凹下去凸起来 这样就有一个阴阳的对比了 对吧 阴和阳的对比 都是这样阴阳对比 这样就能够分析清楚这个结构了吧 凸起来凹下去凸起来凹下去 很好理解啊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方法 咱们就稍微在上方呢 加一点胎点 胎点的话呢 可以横向去点 有浓有淡 在这个上方 横着去点胎点 水分呢要控制好 不要特别多 你们这个山石以及山石嘛 云水树木这些啊 这个不要不要着急啊 都是你们后期专项课的一个课程 咱们这个只是一个基础课 大家稍微去练练比的 真正的一个学习呢 还是要靠后期专项课的一个学习 这个最基本的用笔你们学会之后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肯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一定要和后方这下课联系起来去画 看这个胎点的一些浓淡的一个变化 有浓有淡 可以往上方点一点 不一定非得特别拘谨的在这一个地方 可以往上走 浓淡变化 上方这一部分我们可以集中一点 然后往下方走的时候呢 偏淡 而且呢 在它的一个疏密上 我们可以偏疏一些 不要都特别密 横向去点就可以 直接这么压笔去点 这个点也要注意到大小的一些关系 有大有小 旁边呢再来一层 我们可以在竹子这个地方多点一点 让这个竹子这个部分呢 稍微的去整整合一些 然后下方的话呢 这个下方 锁小一下 这个部分咱们就可以少点一些 也可以偏淡一点 不要很重 有一个整体的疏密这样过来了 有疏密 有疏密 那这样子呢 咱们整幅画面就完成了 当然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一个时间 是集中在了竹干上 咱们不要就是本末倒置啊 不要说我这一幅画都要画的特别好 你只要能够把竹干画的好就可以 一定要把竹干画好 竹干呢 是很重要的 咱们今天这节课的重点 画完之后呢 旁边落款盖章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的一个物体比较多 所以我们盖的时候 可以在下方只落个群款 就是名字就可以 可以只写个名字 然后盖上一个小章就行了 那这样呢 一幅画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课下的时候呢 一定要好好去完成完成一下这幅画面 它就这样一个效果 注意好它的一个浓淡的变化 比较偏重的墨色是集中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画完这一部分之后呢 像这个山石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褶石色 淡褶石啊稍作染色 但是不要染特别的重 稍作染色 如果现在目前为止不染也行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结构分清楚 不染也是可以的 如果想染的话 咱们也可以一起跟我来看一看 怎么去染 染的话是用一个很淡很淡的一个褶石 笔里的话可以加一点点偏淡的墨色 而且不要特别湿 而且不要特别湿 一定要偏淡 试着结构去染 染的时候呢还是根据它可以侧风 这样子 去染一下 亮面的话我们可以就是 羊面咱们可以省一省 放画这个压下去的地方 凹进去的这一面 稍作染色 为什么咱们强调过很多遍要稍作染色 因为一旦不强调的话 可能有同学就染的就很重啊 或者说这个下方很很黑那种效果就不好了 咱们就没办法突出这个主体了 下方的话一定要偏淡 这样去染 染完之后呢 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效果上 层次上比较明确的就可以 有个前后层次关系就行了 放到一边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呢 会再次讲到这个竹叶的画法 当然我们讲竹叶肯定也会画竹干的 我们下节课呢也会把竹干的一些小的绘画呢 如果不明白的话 我们再次会还会再讲一讲的 会一起讲的 因为竹干和竹叶它们是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幅画 希望你们课下呢能够完成的 完成一下 画完之后就可以降上来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一定要一定要知道咱们这 咱们这节课的重点就是竹干 竹干竹节和竹汁这一部分 切换一下画面 还是我们的作业要交到M站上 交到我们的作业区里就可以了 大家平时的一些作业没有交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交一交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 会统计一下我们 呃交作业的一个数量 给大家发送一个学习礼包啊 所以说一定要趁有时间的时候 抓紧去补一下 好啦要跟同学们说再见了 拜拜拜拜 拜拜 你们可以去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呃可以在去明天的话 或者今天晚上也行 再去你爱特一下我 对于这个竹干的一些问题啊 那我会在下节课在讲的时候 还有在在下节课在讲的时候 都会给大家总结一下 再次再讲一讲好不好 咱们还有两节课的一个时间啊 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节课呢 再次再去解决一下 拜拜 拜拜